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接下來很快又到雙十二了 今天就跟大家來一條搶先收穫的影片 除了跟大家說一說雙十二有什麼獨家優惠之外 還有一些小小的清單 有些是他們提供 有些是我自己去買的 就想跟大家做一個雙十二的備貨和開箱 希望你們會喜歡看這一類型的分享 事不宜遲 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第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們看到 按進來的圖片有一個好像舉重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這個護膚品收納架 你看到這個樣子下面是有一個轉盤 所以你放在桌子的時候 可以一路旋轉去選擇你需要用的護膚品 它是六十元都不用的價錢 就買到這麼大的護膚品收納架 它圓形可以放很多不同的香水和toner 而且這裡是特別高一點的 因為整個是自己砌的 這裡是有兩條toner 如果你的範圍沒有那麼高 你可以把它縮為一條toner 這樣用就可以縮短一點 但是有時候toner不是很大支很高 或者洗臉奶那些 或者精華肌底液那些很高 就可以放在下層 然後中間就是放一些細枝 serum或者cream 最高可以放一些化妝品 因為你看到它有些細的位置 可以放到唇膏 或者是一些眉筆 或者是眼線筆 都可以分門別類地放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錯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要把桌子真的夠大放到它 說起收納大家最近轉季有沒有遇到一個煩惱呢 好像我這樣瘋狂買衣服的人 就一定每次轉季都是超頭痛的 夏天轉冬天還好 因為夏天衣服比較薄 但是有時候很厚的皮 或者冬天轉夏天的時候 衣服是很厚的 完全是沒有位置放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一些壓縮袋 就非常幫到手了 這個壓縮袋是40多人民幣 裡面有8個壓縮袋 和1個手的泵 它不是一個電泵 我現在開來看看 它這款手泵 就有點像平時泵氣球 或者泵籃球、足球、排球 但我想它不是泵氣 而是抽氣上來 我覺得如果你只放衣服 或皮 應該很快就可以泵 不需要特意用到電泵 所以我都選了要手泵的這個套裝 裡面這個是大小 哇!很大 大家都看不到 裡面有兩個尺寸 四個特大號 四個中號 我想這個是特大號了吧 不要嚇我 這些小一點 可以處理到的就是中尺寸 你看到它的大小 裡面真的應該可以放得非常多衣服 我想如果夏天衣服的話 裡面放20件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尺寸 因為我都在收拾衣服 去換季 我逃避了這件事 就好像逃避拍雙十一的影片一樣 一天伏一天的移動 很怕 太多衣服了 已經 今年雙十二 它們的口號好像叫做全球尋寶好禮成商 在這個時候 其實最好就是買些聖誕禮物 新年禮物去送給親戚朋友 我這次也選了一份禮物 送給我男朋友的家人 就是一個茶具的套裝 為什麼我會送這件事 是因為之前他們家裡打爛了一套茶壺 之後我本身和男朋友到處走 都打算買一套回去 到發現很貴 你買個漂亮一點的 質素好一點的 都走不掉四百元 這次看到這套是一百五十五元 我覺得其實無論是模型 都蠻漂亮的優雅 不會說是一些很膩 又或者是一些很柔的模型 當然又不是那些很名貴雙殺金的 它很平實的 你會看到茶杯也是這樣 藍色 這個質地是茶杯質地 是不是叫瓷 這些質地 之後它的茶壺真的蠻漂亮的 你看到茶壺是這一色 但它的蓋上會有花紋 它有些花位的花紋 我覺得蠻優雅、蠻漂亮 而且蠻配這個寶藍色 裡面是一個不鏽鋼的茶格 所以整件事的質素真的很好 一百五十五元來說 我覺得不算貴 當然在淘寶會找到很多很便宜的價錢 但它這個質素 而且你看到它這個瓶是金屬瓶 整個包裝我覺得很漂亮 除了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盒子 如果你要送禮的話 就要自己去找一個盒子 它一個這樣的紙皮盒 我真的覺得不是送禮的包裝 但是它裡面的內容 我真的覺得很刺激 然後我在淘寶也會買一些充電線 因為我和我男朋友是不同型號手機 我是用iPhone 然後我男朋友是用Android 或者我媽媽也是用Android 媽媽、爸爸是用舊式的Android 用Android線 我男朋友的新機是用Type-C線 很麻煩 因為你帶一個搭配器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有每個人不同的線 真的很煩 所以我最近都不認識這一種 其實裡面一開三 已經有三種不同頭的充電線 而且它們這些是充得很快的 所以它二十多元一條 我覺得真的不貴 完全不貴 你在香港買一條只用iPhone充電線 都是要這個價錢 所以我大量入手 到處都放一條 什麼時候都可以充電 然後在說三副鞋子前 就要提及今天的一個重頭器 就是一部我很想擁有很久的一個塵滿機 你們都知道我是一個有濕疹的人 我也有吸塵的 我是用一個吸塵機 它的吸塵頭去吸塵 不是一部專貨塵滿的機 因為我之前在香港見過的塵滿機 剛剛興起的時候日本貨是一千多元 那些日本貨 但是之後陸陸續續多了不同型號 都要八百多元 七九九這些價錢 隨著自己康復之後 又好像沒有了一個很強的意欲 一定要擁有一部塵滿機 直到今次 當我看到這部塵滿機 以及它的價錢是三九九 真的很便宜 我覺得這部的塵滿機 其實它是有UV Light的 其實塵滿除了在60度以上 才能殺死之外 UV燈也是可以殺它們的 而且這部我剛才跟媽媽研究了很久 開過了 它每一個箱子都可以開出來洗 非常方便和比較衛生 如果你問我有吸塵和沒有吸塵 有沒有分別 我可以回答你絕對有 因為我還是比較敏感的皮膚 如果我的床比較髒的話 我睡覺真的會覺得有點癢 但不是賣廣告 我用自己吸塵的機器吸完之後 然後第二晚睡覺 就覺得整件事好像洗完澡清爽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吸塵滿是頗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看看我吸了幾十秒 已經吸了這麼多塵出來 而且不要說專門吸塵滿這些機器 看到那種髒 平時你用吸塵的吸塵機 你都會發現和驚訝自己床 為什麼可以這麼髒 這麼多塵 所以你試一次 你就會覺得一定要去做這件事了 剛剛以上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在一些自營店可以買到的 而這些自營店在雙十二 有一個非常好的優惠 就是買每500人民幣 就可以用一個曲子 就可以減到100人民幣 變相真的有八折那麼多 接著就到一些衣服鞋物的東西了 首先就是我身上的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我應該是買錯尺寸的 我買中馬就覺得有點鬆 你會看到我的皺的位置不是很貼的 因為我本身是怕我這個位置 如果穿小馬太過迫 誰知道中馬整件衣服我都覺得有點闊 但其實它的型很漂亮 我又是這個上身是三下身是碎褲的一個階段 你會看到它的胸型鎖骨位 其實都一直收得很漂亮 而且你仔細看它是有一條條的直紋 所以整件事是比較修身的效果 它這個袖是做了一點點角位 穿上去是比較挺身的 所以整個領位我覺得都是非常漂亮的 但如果有一條影片看到我穿黑色的話 我應該是買了小馬 你就可以問我究竟最後我覺得效果哪個好一點 因為我怕我不記得再跟大家說 接著第二件衣服 就會是這件的衣服 不知道為什麼這件衣服很闊 不過它是可以蓄腰的 所以應該穿上去也沒問題的 好 衣服我就換了回來 給大家看看效果 其實這件衣服我覺得挺有趣的 不過袖位就真的不太適合 如果我把它試一下摺袖 看看會不會效果好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件衣服的cutting是不錯的 因為它的V領做得很好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穿V領衣服 它低得來也不會太低的 我覺得橫可以的 但可惜就是它的薄位有點低了 對我來說 還是因為我的薄不夠橫呢 但我覺得如果我這樣坐到這麼矮 大家好像看到一個無字經的V 又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我先換回剛才的黃色衣服 不知道為什麼過了雙十一之後買的衣服 好像有點失手 平時我買的尺寸是很適合自己的 這次這兩件其實衣服真的很漂亮 但尺寸有點不太適合自己 然後就想說一條裙子 雙十一的時候我買了一條黑色的直紋 後面開叉的裙子 用來搭衣衣服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條是偏淺色的直裙 就是這一條橫色的直裙 亦都是用來搭衣衣 或者搭衣衣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冬天都會穿一些闊身 或者長一點的衣服 下身永遠都不知道搭衣什麼好 所以我今年就買了這些直裙 這一款的直裙和黑色不同 就是它不是直紋 它是有這個花紋在上面 這一種的額花紋我覺得都蠻好看 而且通常都是淺色的時候 有這些花紋才會突顯到和看到的 所以我自己都蠻喜歡的 我覺得今年很想穿這些直筒的裙子 我又開始出汗了 你看到我的頭髮濕的 好熱啊 我永遠拍圖寶的影片 特別是要換衣服的 都會馬上出汗的 好了 來到最後一件事 就是這一雙的長靴 這幾年都很流行這些過濕櫃子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本身也沒有想過買這些櫃子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但是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條件問題 我怕優到上去都只剩下很多牌子 沒有位在優 很擔心這個問題 或者是你已經拉完之後 大腿剩下這麼少少的感覺 但是為什麼今年我會買呢 大家猜猜這雙杯多少錢 29.9 還要不是雙十二的時間買 我是在普通時間買的 29.9 救命啊 沒理由不買來試試 還有最近也有很多人 直接訊息我 問我有沒有好的鞋 我現在就試試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看過人穿睡褲長靴呢 我現在就試給你們看 大家不用擔心 我這雙鞋是新的 因為我真的沒穿過 所以可以穿上床 你會看到 優了上來之後 長度 不需要擔心 我沒有上大腿 還可以看 還有一些印 大家不要介意 看看 還有給大家看到 其實它不算很貼腳 因為我的小腿 特別是腳裸位 是比較幼 所以它也不太貼到腳 還有大腿 應該都要粗 因為我想我多走幾步 它也會開始滑下來 但是我覺得如果平時 它穿短褲或短裙 不需要買到五千多元 我覺得這些衣服都可以不錯 好了 讓我豪邁一點坐 讓大家看到 它的頭不是完全尖頭的 它是比較偏圓頭的 因為我覺得我的風格 都不是走性感路線 或者過性路線的人 我覺得圓頭是會符合我的風格多一點 另外因為人老災關係 就沒有再追求太多高跟的鞋 所以也買了一個平頭的 我買的是裡面沒有絨的 香港根本不會太冷 你如果買絨的話 真的不能穿兩三次 這些單面穿上去也不會刮腳 裡面沒有什麼特別 我只覺得 不會有一層很舒服的毛毛里 但也不是刮腳的布料 是很正常 像你平時穿衣服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好了 這就是我的雙十二提前 開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麼可以買下 雙十二的時候 現在就要說說不同的優惠 2018年的雙十二是會有專屬折扣碼 買滿399元人民幣 就可以賣50元人民幣 折扣的標籤 我會放在下面 其實跟平時買淘寶的程序 沒有什麼分別 一樣都是放在購物車 進去結帳畫面 你會看到最底底的地方 會有一個地方可以進入折扣碼 你進入折扣碼 按使用 它就會自動幫你扣50元 然後在下面info bar 會有一個link 會去玩一個遊戲 叫做瑞士大偵探 可以猜這個買滿 999元人民幣 減200元人民幣的折扣碼 分別會在8號、9號和12號放出 而雙十二那一日 一定要去按那個link 才可以玩到這個 猜猜折扣碼的遊戲 然後大家記住要加入這個粉絲群 因為到時候會有這個線索 給大家猜猜這個 999-200元 這麼大的折扣碼 而如果你看了我這麼久 這麼多的淘寶片 都是燒不著你 你從來都沒買過淘寶的話 這次你就有好處了 只要你是第一筆淘寶買東西的帳戶 用這個的折扣碼 滿21元-20元 一元可以買到很多東西的 好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了 我之前所說的所有商品 和優惠連結 全部都會在info bar找到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Itu還有請 juicy 我 tryin說要把包裝 Wi-Fi 阿嬤 告訴你 阿嬤 我可以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